第五十三集 猪猪 你知不知道 二师父是吸收了什么收获 导致那个毛病的 猪猪有些茫然地摇摇头 看向培骨 这个问题应该培骨比较清楚吧 为了怕师父尴尬反感 猪猪从来不打听这件事 都是由培骨研究好菜谱 她负责烹煮罢了 不过底肠上 为什么会忽然这么关心师父的病情呢 培骨对政权十分尊敬 这是关乎到政权隐私 自然不敢轻易透露 她被底肠上缠了好几天 都快崩溃了 底肠上横眉树木对培骨道 培师兄 你不会知道了故意隐瞒吧 这等造福天下男人的好东西 你可不能藏私啊 猪猪有些跟不上她的思维 师父的病跟造福天下男人的好东西 有什么关系 底肠上的神情十分猥琐 愤愤不平道 正长老 有这样的病 不知道在线上多少男人呢 你们竟然多此一举去治 这世道真是气人 汗得汗死 老得烙死 猪猪彻底明白了 顿时脸红不已 脱过培骨就跑 大师兄脑子里怎么都装的这种东西啊 难怪他会输给二师兄 哼 换了他是三师姐 也不要跟这样的人小鬼大的色狼在一起 猪猪不可能一直生活在山上 万事俱备后就该入室修炼了 圣治山上各种鸡飞狗跳充满潜规则 与八卦的快乐生活如流水般静静躺过 猪猪觉得这样的好日子一直过到他老去那天 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山外面却十分不平静 就在圣治门派大笔期间就有两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发生 一是统胀派从焚城天工方总部押送一批货物返回门派的途中 遭遇不明人事袭击 不但货物悉数被劫 相关的几个重要修饰更全数陨落 统胀派上下细心追查却一无所获 另一件事则是一向在近前大陆被视为穷乡剔壤的西南一带 忽然出现不少高阶修饰 结单期的甚至原因期的都时有听闻 导致本来在西南称雄的圣治派 统胀派破禅派 上师派四大门派高层都紧张不已 他们在西南呼风唤雨不可一世 但是这些来自大陆中部的宗门高人面前实在不堪一击 如果对方要对他们做些什么 就算不至于破门灭派也足够他们 元气大伤 幸好这些人似乎另有目标 并不主动招惹西南四派 倒也相安无事 扰扰大半年终于相继离去 四派的人开始以为是自己的地盘上出现了什么上古宝物 又或是古修士洞府 结果打听了半天发现他们是来寻人的 至于要寻什么人就不得而知了 两件事撞在一起统胀派十分怀疑货物被劫是这些外来酷事顺手作案 可是既无证据 也找不出嫌疑人 只能憋着一口气 干瞪眼 这两件事传到圣治派 郑权马上找来猪猪 撕下言令 他不得离开 英镑峰半步 掌门福玉 与尤千人商量过 派出不少弟子外出打探动静 始终不得要领 随着那些外来修士的离去 一切又慢慢恢复平静 郑权日日以灵草灵寿为时 数月之后旧患有了明显好转 需要下山的时间改为每十日一次 朱朱心中暗暗替他欢喜 郑权也觉得这样下去不出两年 应该可以在不伤根本的情况下 将救患治愈 想到自己从此 可以彻底戒掉这个见不得人的毛病 至少在面对他时 不必太过自残行贿 他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这日他正在洞府打坐 扶归前来送上一枚小铜锤 有个猎户送到山门下的 指明要转交给长老 看守山门的弟子 见这似乎是一件法器 便亲自送了过来 请长老过目 郑权一看的铜锤 顿时浑身一震 力持镇定 放下吧 富贵有些奇怪 不过不敢多问 放下铜锤 转身离去 铜锤只有拇指大小 上面散发的气息太熟悉了 郑权永远都不可能忘了 他小心翼翼将它拖在手心 苦笑一声念叨 丹顶是个蠢蛋 世上最蠢的蠢蛋 世上知道他本名叫丹顶的人 已经很少很少了 会把开启传影法器的咒语 设定为这样一句骂他的话 更是只有一个人 当年他生气了 不愿理睬他 就会派人给他送这样的传影法器 开启这个法器 就必须先把自己骂一遍 想起那寥寥可数 却甜蜜异异常的日子 郑权不禁一阵恍惚 咒语一出 铜锤上应声幻化出他熟悉的身影 一个身穿黑衣的青丽女子 正是郑权日夜思念的那一个 不要见你 今晚此时唱鲜鼓 黑衣女子说完这句话 身影便飞快的淡化消失 郑权甚至来不及看清楚 他的神情模样 过了一阵 郑权忽然露出一个接近傻笑的表情 对着铜锤重复道 丹顶是个蠢蛋 世上最蠢的蠢蛋 只要他愿意出现在面前 让他怎么骂自己 他都是心甘情愿的 铜锤上的虚影再次浮现 又重复刚才那一句约见的话 这次郑权瞪大眼睛 看得十分仔细 恨不得将那黑衣女子的虚影 踏硬下来凿在心上 郑权茫然重复 他要见我 他要见我 眼神柔和之极 此刻的他 犹如一个堕入爱河的普通男子 俊逸依旧 却再没有半分高高在上的淡漠清冷 仿佛画里的神仙走到凡间 脱去一身仙气 显得格外生动鲜活 郑权在静视之内 重复骂了自己无数遍 终于想到要准备今夜的约会 他明知道 他主动见他 必然是为了猪猪的事 但他还是很高兴 这一日变得无比漫长 郑权食不知味地吃过晚饭 就把猪猪打发走 自己一个人迫不及待隐匿身形 独自前往畅仙谷 时间一分一秒都变得无比漫长 好不容易等到月上中天 终于感觉到有人进入畅仙谷 轻盈的脚步踩在草叶沙石上 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响 郑权觉得那脚步每一步 都像踩在自己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处 熟悉的黑色身影 终于出现在面前 乌黑的长发 明亮的大眼 雪白的脸庞 晶莹剔透的 像雪山风顶 纯净的冰雪 郑权看着他慢慢走近 忍不住轻声道 丹妮 黑衣女子 也就是正权口中的丹妮 神情甜淡抬起右手 雪白的掌心向上 幻化出一层薄冰 薄冰逐渐变厚 最终变成一个直径 约有半尺的冰球 神奇的是冰球当中 燃烧着一团赤红的烈焰 烈焰中似乎有什么火物 在不停的翻滚 这烈火蝉雏 你带回去给猪猪 让小猪将它收在体内 旁人应该再难发现它的异常 黑衣女子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 果然与猪猪有关 正全欲言又止 接过她抛来的冰球 她有千言万语 可是一旦面对丹妮 就全不知该从何说起 烈火蝉雏 她自然是知道的 也一直暗中留意她的消息 说来这东西没有什么用处 唯一的特性就是不怕火 生灵之气旺盛 他们天天生活在火中 就算是最猛烈的天火 也不能伤它分毫 她曾在给丹妮的密信中 提过这个东西 为怕信件泄露 也没说找它有什么用处 不过丹妮人极聪明 又从小生活在炼丹世家 只要联系猪猪的情况 一想就能明白 小猪容易被人看出异样 进而猜出来历 很重要的原因 是她没有心跳 与正常灵兽的生灵之气 只要她将炼火蝉雏 吞入体内 就能借助炼火蝉雏的心跳 与生灵之气 掩盖住 它其实是神魂分割而成的 火灵的秘密 政权虽然有些失望 不过丹妮愿意跟她说话 她还是很高兴的 她不敢说自己的事 便只有顺着她的话题 谈猪猪 你第一次是希望小猪 公开跟在猪猪身边 丹妮点了点头 与其遮遮掩掩 惹人怀疑 不如光明正大献身人前 猪猪会练丹的事 西南其余几派也开始有所听闻 迟早会人尽皆知 四变态与邹石 正是因为亲眼见过猪猪 所以才会忽略她 丹国太子的宠姬 又怎么会是这么一个笨拙普通 只能以怪招取胜的小葱姑 而且她从什么都不会 到可以炼出三品丹药 进展速度虽然快 却都是在圣旨派众人眼皮底下发生的 全来有你这样的名识指点了 丹妮说到这里 似笑非笑看了郑权一眼 郑权被她看得一阵尴尬 她不能否认自己一开始对猪猪不怀好意 面对眼前将猪猪托付给她的人 就格外的心虚气短 丹妮似乎没有责坏她的意思 叹了口气 我知道 将猪猪托付给你 是为难你了 可是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 我继续跟她在一起 恐怕不出一两年 就要被丹国的人发现 郑权想起一年多发生的事 要说她已经完全放下 对猪猪的怨念成见 她还犯不到 不过却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 与她朝夕相对了 讨论关于炼丹的心得体会 猪猪现在这个样子 实在是让人想气也起不来 她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她费心与陪谷合伙 想为她治愈救患的心意 她心里明白得很 猪猪她很好 从前 是我的不是 郑权色声道 如果换了以前 无论她多愧疚 高傲的性子 也不会允许她在丹尼面前 低头认错 丹尼显然也为她的态度吃了一惊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波光流转 你变了许多 是啊 不过 对你的心意 从来没变过 后面一句 郑权嘴唇动了几回 最终 没敢说出口 丹尼有她要做的事 不知何年何月 两人才能在一起 这样的话说出来 也只是徒增伤感 丹尼勾起嘴角 笑了笑 转移话题 你别让猪猪偷偷下山 去售卖丹药了 他和那银小子一声不吭 跑到坟城 去卖了许多上等品质的初级丹药 给统胀派 幸好收购丹药的那几个家伙 欲心想独吞投工 没有把丹药的事泄露出去 我让破产派的人 在路上将那些丹药 尽数洗几干净 看着他们将统胀派 相关人等全数杀免 才算放心 如果让太子发现 只怕又是今天的一大麻烦 破产派暗地里 做下这等杀人越货的事 肯定会对丹药的来历 严守秘密 使用之时也会格外小心 甚至花心思 把丹药的来历洗白 这便省去丹尼的许多功夫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 期术 在地盐里面 解释 和 可见 原来